这只家族被称罪恶之源,并主托后代,不要生育,让自己断子绝孙因为二战,德国国内永远禁止任何纳粹物品的出现,对中小学生进行反纳粹教育高要提到处都是。 并且,每年的圣诞节,向所有受到德军迫害的犹太人或他们的亲属提供各种礼品,紧在中国免除了他的战争赔款后,向中国提供了尽可能的无锡贷款,并承认了中国的合法性。 所以,二战后的德国,他的反省相对于某些国家,还是非常彻底的。 那么,身为二战的罪人阿道夫·希特勒,在他身上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希特勒家族今何在呢? 2013年9月1日的时候,比利时公布了一则消息震惊了世界。 话说你,此时纽约常导的亚历山大先生已六十岁。 某日,外出办公的老亚历山大在一家快餐店享用午餐,在将盘中掌机吃光后,亚历山大先生用纸巾擦了擦嘴巴,随后将纸巾丢在桌上边结账离开了。 亚历山大先生走出餐厅后,两个鬼鬼祟祟的比利时人费尔梅伦与米尔德斯趁着服务生上位打扫卫生,悄悄地偷走了亚历山大丢在桌面上的纸团。 这两个比利时人从家乡千里桥桥来到纽约,目的自然不仅仅是偷盘纸巾那么简单,他们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亚历山大的唾液案板,然后通过医学分析提取样本中的DNA,解开亚历山大家族祖先的秘密。 亚历山大先生只是个普通人,与两个兄弟居住在美国。 亚历山大先生之所以会引起比利时人的关注,完全是因为他的曾祖父。 亚历山大的曾祖父,名为阿洛伊斯希特勒,说起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会觉得熟悉,因为阿洛伊斯希特勒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父亲。 因此,化名为休斯顿的亚历山大家族,正是纳粹的阿道夫希特勒的同僧后代。 所有,从遗传学的角度讲,亚历山大先生与阿翠元首有相同的外、染色体、窃取唾液样本的两个比利时人,在亚历山大身上取得重要发现后, 对外宣称已找其全部39名希特勒的后代亲属,其中有36名此前不为外人所知。 当然,因为种种原因,这些希特勒的后代,大部分都改名幻性隐居在世界各地。 他们与亚历山大先生一样,都有着希特勒家族专属的外染色体。 在希特勒的兄弟姐妹中,仅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活到成年。 相传,希特勒在一战期间受了重伤,丧失了生育能力,因此,不可能有直系后代。 所以,在两名比利时人的发现中,所有希特勒家族的后代,均属希特勒哥哥的后人。 有趣的是,希特勒的兄弟出生于1882年,他的名字与父亲一样,都是阿洛伊斯·希特勒。 年轻的阿洛伊斯·希特勒离家后,进入社会闯荡。 说起阿洛伊斯·希特勒,如今已不可靠,据传,是因为老希特勒另寻新欢,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母亲。 阿洛伊斯·希特勒,在爱尔兰的一场马会中,结识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少女护利奇特,两人在聚会中,一见钟情思定终生。 没过多久,便一同私奔来到伦敦,阿洛伊斯·希特勒,与布利奇特生了一个儿子威廉,儿子出生后没多久,阿洛伊斯·希特勒,便返回祖国。 在此期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战乱原因,阿洛伊斯·希特勒,未能回到伦敦与妻儿团聚,威廉与布利奇特孤儿寡母相依依为命,等待丈夫归来。 阿洛伊斯·希特勒,在故乡又认识了一个漂亮姑娘,很快二人便坠入爱河,甚至,阿洛伊斯·希特勒,也将妻儿抛出脑后。 为了不绝后患,阿洛伊斯·希特勒,请人向伦敦的妻儿捎了一段口信,说,自己已死在战火中。 云云。 过了一段时间,阿洛伊斯·希特勒重婚行为事发,面临起诉。 布利奇特生性善良,原谅了前夫的行为,撤销起诉不再追究。 布利奇特一生命。 图多传,小叔子希特勒的军队,将伦敦炸得满目疮痍,布利奇特与威廉的家,也在连番轰炸中被夷为平地。 为了维持生计,布利奇特只能将他与希特勒家族的秘心写成故事,赚取稿费养家糊口。 作为希特勒的亲世子,威廉并未在希特勒成为元首后获取任何援助资料记载,除威廉母子外,希特勒亲属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据传,希特勒对阿洛伊斯那儿儿子抱有偏见,并未给他安排一官半职,也没在生活中给予照顾。 亲叔之二人一个贵为国家领袖,一个则仅为商场中的销售员。 这样的反差使二人的关系逐渐恶化。 在小威廉的心中,叔叔的做法非常不公平,时间依偿威廉愈发憎恨希特勒。 一个偶然的机会,小威廉给叔叔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威廉道, 如果你不帮助我和母亲,那我就会将你的犹太血统公诸于众,让德国人不再信服你,让你失去一切。 希特勒自然不会被侄子的。 一番话吓道,反而在回信中,像侄子表现得格外强硬。 威廉在叔叔的回信中看到了杀气,与叔叔撕破裂皮下, 威廉索性将希特勒的种种罪行公诸于众,并投身反法西斯组织对抗希特勒。 据报告,希特勒最早的先祖来自非洲,并且其家族的远古亲戚,也的确高贫贱于北非族群,而犹太人中比例也偏高。 威廉觉得,希特勒的姓氏就是一个耻辱。 为了让希特勒家族绝种,威廉改掉了自己的名字,并向后代嘱托不要生育, 以为彻底断绝希特勒家族的罪恶血统。 参考资料,希特勒家族今何在? 论据与事实,希特勒的子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